大家好 我是泡泡 75岁的退休老人向上级机关举报县委书记 居然县委书记把人给抓了 简直太魔幻了 这个事存在三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 老人举报受理之后 不是应该由上级行政部门先审查吗 怎么能立刻走司法呢 第二 没有传唤就拘捕老人 这样的程序合法吗 第三 诽谤罪不是自诉罪吗 就是谁觉得自己被诽谤了 那你自己去告 为什么是提起公诉呢 昨天我已经在视频里面分析过 给老人扣上诬陷罪和诽谤罪是很不严谨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检举失实 也未见其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如何构成犯罪事实呢 有什么依据直接把人先抓起来呢 事情在继续的发酵 今天又有一些新的细节披露出来 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县委书记还不单单是一个县委书记 人家是唐山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2022年兼任千锡县的县委书记 然后还当选了唐山市总工会的主席 等于说人家又是县里的干部 又是市里的干部 难怪马树山老人向唐山市委检举不成功 而且还落得个这般田地 县委书记被人举报 县公安局抓人 县检察院立案 县法院提起公诉 这真是公检法一条龙服务 说实话以前咱们国内貌似没有这样的先例 千锡县真的是世界独一份 为啥他们会这么做呢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吧 第一种是千锡县县委书记本人 轻正连接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用人和成见 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当中 没有任何违规操作 但是这种冰青玉洁的领导干部 怎么就连基本的容人之量都没有呢 被人举报了就要把人逮起来吗 第二种可能 那就是千锡县的政治生态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老人的举报完全属实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他们害怕了 进而恼羞成怒 老头 既然你给我制造麻烦 那我让你更麻烦 我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就可以解决提问题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办的速度超快 可以说是火速 八天就侦办完毕 再之后检察院更是仅仅五天 其中还有三天的假期 就整理完了相关的材料 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显示了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事 办成一桩铁案的决心 对了 平常咱们普通人的一些案子 有关部门会办的这么快吗 是不是得拖一个一年半载了呢 上面我分析这两个原因 我当然更倾向于后者 你们呢 由此可见 目前民告官与官告民的难易程度 与成本是天差地别的 官员手中动用的公权力 与普通人完全不对等 民告官 求告无门 官告民 有时候不用当事人做什么指示 总有贴心人揣摩上意 帮忙把事办好 咱们说回马树山老人 我是死活都不相信他会诬告 原因很简单 据报道马树山退休之后生活清贫 自己骑着外孙女的旧自行车 用着老年手机 住着老房子 取暖铐烧炕 如策能要出门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树山个人为公益事业捐款达40多万元 这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工资的积蓄 河北省市县三级媒体 多次采访宣传他的先进事迹 看到这里我真的是有点泪目了 这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人 75岁的高龄本来可以一养天年 人家管那个闲事干嘛 不就是因为老一辈的价值观很正吗 这样的人我更愿意称之为国家的珍宝 这样的人越多 国家才能越昌盛 国民的生活才会越幸福 所以老头被拘捕 甚至可能会被判刑这个事情 是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先例 具有非常负面的社会影响 首先这是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一个严重的伤害 其次呢 这件事情伤害了我国的司法权威 最后他给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感 以后谁还敢举报了 本来向上级部门举报是要受到法律保护隐私的 但是马树山老人的举报信马上就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没人再敢监督腐败 敢反映任何问题了 群众都怕被公权力打击报复 另外老百姓会担心 如果现在正常举报领导都要负刑事责任 那以后不赞美领导是不是也要负刑事责任 那再接下来赞美的不真诚 不肉麻是不是也要负刑事责任呢 最后不管最终真相如何 我们普通人所能做的就是声援一下老人家 一个简单的回复 一个赞 让类似的新闻上升热度 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希望最后能够公正公道 我是泡泡拜拜